沈少爷 猪头的滋味怎么样呀 还不错 闲耐适中 美味可口 跟我梦想中的一模一样 那要不要再来一口 好啊 不过上次那头太飞了 今天换一头吧 你想换哪头 我对面那头 我看你是很久没探机了吧 你要是敢踢我 我们那一千股 可就不给你了 你说什么 我们沈家的一千股 我打算全部让给你 沈少爷 你又在玩什么滑招 我们沈家决定退股了 为什么 我爹那个人一世精灵 可就是看不穿杜明里 杜明里让他退股 他就言听计从了 那真是有点可惜了 不过这一千股能让给你 我心里还稍稍觉得有些安慰 一千股 那就是十万两百银 这事得要吴家的两位叔叔同意才行啊 你都是吴家大当家了 你自己还不能做主啊 一千两银子以上的事 都得我们三位商量就定 那你还在这儿跟我默契什么 赶紧去商量啊 别到最后又让人给抢了 告辞 等等 你今天怎么不跟我提条件 反正我提的条件你又不答应我 还不如我不提 让你欠我一个人情 行 算我欠你一次 赵大人 赵大人 吴家东远的少奶奶求见 请她进来 是 刘仲 别过来 赵大人 夫人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赵大人正在为沈家退骨的事情 不请烦恼吧 你怎么知道 我会看相啊 既然沈家退出了 那我就有机会了 虽然你这人吧 特没劲 但是机器支部这件事情 我还是很看好的 我们吴家任一百股 银票我都带来了 货真价实的一万两白银 夫人 这银票 这银票 我不能收 为什么 难道我又来晚了 沈家让出的一千股 又让人全部给认完了 你是看不起我吗 吴家还是看不惯我呀 你怎么老跟我对着干呀 夫人 你误会了 我对你 对吴家 没有任何的成见 只是 陕西机器支部局停止筹键 不仅是沈家 包括 胡家也退股了 直到今天 没有任何一个商户 愿意落股 所以 筹键宣告失败 这必须得有二十万两白银 才能建机器支部局吗 执机 再加上 纺纱 染纱 压花 提花 包括锅炉 气炉 等等 都要从应吉利订购 总共换成莹金需要四万两千四百一十六磅 再加上运缴 保险 核算起来 正好二十万两白银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一百两亿股 对于陕西的商人来说 算是什么 为什么就没有有识之势呢 也许 也许一时半会儿 大家还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吧 不能理解 这都什么销销观众来不能理解 如此的腐朽 如此的僵化 如此的荒谬 我们认了 赵大人 机器支部局的二十万两白银 我们吴家全认了 你 你再说一次 机器支部局不能停 这可是二十万两白银呀 我相信 只要机器支部局开起来 这二十万两白银 一定会十倍百倍地赚回来 到那时 今天这些犹豫的人 全部都会后悔 这一点我可向你保证 上海机器支部局开工了它几个月 已经开始盈利 而且 这对国家来讲也是大好事一件呀 这名利双收的事情 我为什么不干 可你就不怕 那些谣言成真 赵大人 我爹是个赌徒 我呢 多少也有几分赌信 这件事情 我赌定了 好 我和你一起赌 继续筹建 那我赶紧回去筹款 吴家还有两位叔叔呢 要说服他们 说不定还要费一番口舌呢 先告辞了 自己给你 我做了 我打断了 我看我 我打了